此季北加州医疗团队疫诊的脚步来到了圣河西的市区 这次疫诊再度跟美国国家骨髓资料库合作 现场提供民众做骨髓干细胞的登记 让人人都有付出的机会 另外呢还有许多当地的医师共襄盛举加入疫诊的行列 这次总共为362位患者减轻病苦 身在美国语言不太通 平常看医生还真的不方便 81岁了林先生和妻子来到医诊现场看牙齿 外国的女医师一样亲切 我英文不到好不过通过防疫也做非常好 非常非常亲切 你们这里常住就是人力非常丰富 人力非常好 这个是哪个大医院都做不到 林先生口住的外国女医师就是纳朵 她和丈夫把握假日把孩子托给爸妈 赶紧来付出 有很多人有问题 他们不知道怎么能够帮助 欢喜付出的还有她 王慧琦待命到早上还来不及换衣服就赶到疫诊现场 我会很鼓励所有的医疗人员来参加这个活动 这也是一个我们sort of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一个小小的心意 看志工一会儿当起沟通的桥梁 一会儿虚传问暖 让患者一来心情先缓和下来 一场一整就是有这么多爱情汇聚 医疗团队一次次深入社区 希望补足患者的需求 大家新闻支持美职工瞿佩玄 李艳泰美国报道